從過渡到生生 這個項目是關於香港的難民 他們都是滯留在香港 一直等待著被其他國家接收 可能他們的年期是幾年至十幾年 才可以離開香港 去了重慶大廈 住一段時間 在裡面住的時候 認識了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繼續認識後 發現原來有部份他們 有一個難民的身份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人權問題 一開始來到香港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要避開自己國家 對他們來說的威脅 在留在香港的過程裡面 他們要面對很多問題 包括他們的生活狀況 我在這個項目裡面 就是去記錄 以及去告訴大家 原來香港這群人的存在 怎樣跟他們建立關係呢 很多時候就是 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你花時間去跟他們相處 大部份他們有家庭聚會 都會邀請我 譬如說 他小朋友生日 他結婚 我選這十張照片 其中一個我有考慮過的選擇 的原則就是 我不想只是顯示到 難民在香港最痛苦的一面 因為香港或者有很多人的印象中 難民一定是很慘的 雖然這個是事實的 一個很實際的情況 但是同時 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人 他們都會有一個正面的情緒 我想把這個情緒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正常的人 我們也會找到 既然不及令人 哪有這種人 法定義 今天不是這樣的